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这么把这个穿着跟这个航头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吗 我是要去山上赏鸟啦 不过距离我上去山上的时间已经有三个礼拜了 我记得我上次上去的时候 看到一群刚浮出来的幼鸟 超级可爱的 但是经过了三个礼拜之后 现在去看它们 可能都已经离开巢穴去飞翔了 不过小朋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一般的鸟类成长只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 跟我们人类真的差别很大 我们人类要长大成人 通常要到18岁左右 所以我们跟父母亲的相处时间真的很长 但是有个地方的小朋友们 他们在10岁左右就已经离家了 必须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独立生活 那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 远远离我们这儿这么遥远 500公里 那么辛苦 然后来到这儿 远远的孩子 我对他就有那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情感在 我画的一堆房子 还有鼓鼓的太阳 还有日月的草地 我画的是我最喜欢我的东西 我画的是我们三兄妹 在灿烂的阳光下生长 里面有一座大山 还有一条小路 总有一天我会走出大山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实现自己的影响 既然来到这儿 我就觉得这儿就是一个他们的家 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儿 平安快乐安全地长大 前面一定要短 要看到五官 非常清楚的五官 这个能不能往上一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头发是属于那种 盖着的 因为我儿子也是卷头 所以我知道可以往上会更好看 王强 把自己最好看的脸型露出来 我前面可以穿一点 你现在整个发型 要以你整个发型的设计为主 不会跟你剪很短 而且会把你剪得非常好看 你知道吗 你看你脸有多可爱 你知不知道 阮音间是红小孩的 是来自台湾的张萍怡 大家都叫他张阿姨 这个位在中国四川省的 大银盘小学 有着宽阔的校园 和现代化的教学楼 很难想象 这是个坐落在麻丰村里的学校 一切改变 就从张萍怡踏入大银盘开始 其实我去的很多的麻丰村 有的地方实在是地形太险恶了 譬如说可能在海拔 将近三千公尺的地方 那有些是在 需要坐流龙才下去 那有些要渡 这个金沙江 亚龙江 很多麻丰村 它当时悬在的一个地区 都是可能每个县最边陲的地方 所以它基本上缺水又缺点 在1950年代以前 麻丰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大家都怕被传染 病人只能被赶到深山里居住 十年前担任记者的张萍怡 从台湾前来走访各地的麻丰村 却惊讶地发现 麻丰病人的下一代身体健康 但却被隔离在社会之外 连读书都有困难 以前我们那个村子嘛 没有老师愿意来教我们 只有两个老师 而且其他的老师都说 我们麻丰村的孩子 没有教养 没有家教 只会一天吃 只会玩 什么都不干 那我当时考察了这个乐器 大概17个县市 我去了10个县的麻丰村 过去完全没有学校 他们来来去去来去自如 18岁以下的年轻人那么多 我觉得办教育是一个可行的一条路 走遍了大梁山 张萍怡发现 只有教育才能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 因此决定在大银盘 建立一个麻丰村的庇护学园 十年来他到处奔走木款 原本破败的大银盘小学 才有了今日的光景 烧一点 烧一点 牙齿白 你看你多可爱 下次看到我第一件事要怎样 小 找 好不好吃啊 好吃 你多吃几碗 两碗半 在这边的学校的营养午餐 饭的怎样 很好 怎样 非常好 所以今天要打算吃几碗 两碗半 他是王丰 家乡在沿原县的麻丰村 距离大银盘有五百公里远 我去沿原的时候 当时他也有一个小学 小学是在一个 怎么讲呢 在走廊上上课 走廊上挂满了玉米 老师就在旁边上课 学了几个学生这样听课 所以条件非常的艰苦 什么东西一起爱吃一点 好不好 或多或少吃一点 真的吗 你要吃吗 王丰有六个兄弟姐妹 只靠着父母在田地工作 生活非常辛苦 2011年他和哥哥 弟弟 跟着十几个同乡的孩子 千里迢迢来到大银盘 他们清晨先坐船渡过亚龙江 上岸后再换搭四半公车 一路上翻山越岭 从沿原先到西昌 再转到大银盘 前后总共花了十二个小时 我们先是走路下山坡坐船 然后坐船到对面十点 坐上班车 一直坐坐坐坐坐到这边 真是我觉得太慢车了 然后又运车了 从来都没出过这样的远门 那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要离开的时候 就会害怕吗 不是 我是带着高兴和激动的远尔平起来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说这个学校也很好条件 很好吃的 不管是吃的 选分那些不用教 这些老师也很好 也很专业 张阿姨他们对我们也很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所以很激动 带着简单的行囊 十几个孩子相依相伴 来到大银盘转开新生活 就一看到这个学校 你心里是有点害怕吗 不是 非常高兴 然后又头晕 然后又感觉陌生 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 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哪个地方不一样 太多好讲话的方式都让我大吃一惊 是怎么样呢 他这边的方言和那边不同 我刚来的时候有些还听不懂 这里 从这里就可以慢慢一直推 一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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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他会心里坏的 离家千里 陌生的环境 和同学的隔阂 这群人员的孩子开始想家了 过了两个星期之后 我就渐渐地想家 想回到家了 然后就学习的时候 我就学不进去 考试就每次都考不好 就是 就 最近那些 不会做 就是上课都在想家 很可惜 就是一个电话都没有 和他们通话的机会 通话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就更想家了 你怎么看得出来 弟弟也跟你一样上家了 他就是在白天上课的时候 就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哭 他就是 他说他要回家 我就说 你现在如果不好好学习 那将来你的未来 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就像爸爸妈妈他们一样 整天就 脸超黄度 背超天的在家里干活 王丰的大哥是王强 弟弟是王震 幸好三兄弟 还能一起作伴 来握拳 伸出你的食指 断业 你知道他们家三兄弟在这儿吗 每一个都长得不同的脸 你根本无法把这三兄弟联想在一块 但是真正打架的时候 譬如说王震被揍的时候 王强跟王丰就会出面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兄弟情谊了 你第一日 王丰跟王震嘛 对不对 那你们是一起过来 是 那还真正习惯吗 习惯 那王丰跟王震 你们两个表现怎样 还好 还好 有没有让你担心的地方 就是 他们的学习成绩也没让我担心 牙齿的结构 你随便讲三个就好 一 二 三 鸭水 大哥王强特别在意两个弟弟的成绩 因为过去的学习落后 来到大银盘完全跟不上进度 孩子来到这里的 你就成为了大银盘的一员 这么辛苦来到这里求学 那以前他们在演员的时候 师姿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呢成绩普遍上都有点落后 这个发生哪里啊 我这个不行 不高 高不高 高不高 两个两个 一股的高不高 有没有大一点的来刷 木齿布 幸好学校老师都能理解 不强求成绩 让这些孩子找到自信和开朗 才是最重要的 特侯和尊望语气 我们要减少说这些话 那你接受别人的帮助 你要说什么 谢谢 谢谢 一下那个王正 老师问他 五个减五个 还有几个 还有五个 老师气得根本没办法 孩子 书上有六只了 飞走了两只 还剩几只 还剩八只 那老师根本就气得无语 他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但是他每天能很开心地吃几碗饭 可能觉得他饿了 有人给他 王正来吃饭吃饭 很开心 他哭了感冒了 来来来王正吃上几颗药 然后喝上杯开水 我觉得这是他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要求 在马峰村长大的孩子们 从小就受到歧视 大家都叫他们赖子村的孩子 所以他们有时候连经商店买东西都不太敢 而张鹏姨张阿姨希望透过教育 让这些孩子找到自信 重新抬头挺胸做人 从严远来到大营盘的孩子们 除了王峰三兄弟之外 还一对姐弟就是王春跟王华 而且这对姐弟 他们从来就没有爸爸妈妈 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但是来到学校之后 他们发现 学校带给他们的改变 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多更多 来到大营盘一年了 王峰渐渐习惯住校生活 想家的时候啊 就看看藏在枕头下的照片 这是我 这个是我们弟弟 这个也是我们弟弟 这个是我妈妈 这个是我妹妹 这个是我哥哥 那时候你离开的时候 爸爸妈妈有没有定义你们什么事情 在我们这边来要好好学习 将来要成为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 现在的王峰科业渐渐跟上了 更喜欢和同学一起打篮球 有学校还有什么是你最喜欢的 譬如上什么课或是体育还是什么 是你最喜欢的 我体育和数学我最喜欢 体育你最擅长什么 篮球 因为一般打篮球大看就是我们第一 看到孩子们的优点慢慢显现 当初离家千里所付出的代价值得了 王峰是一个经常在旁边不讲话的小孩 对他那天很好玩 他写了一封信就给我 他说张阿姨 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 可是你一生气起来就不怎么美丽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 他不讲话 可是他对你有一份关心 他的眼神会追逐你的 王峰 挨了一年了 我们已经一年过来 我这次再回来看到他们 真的很明显 我每次一次来 他们一次一次长胖 一次一次长高 然后每个都 我觉得看起来现在都很健康 活泼了 跟刚刚开始来的时候 那种比较呆滞的神情 我就现在比起来 让王峰眼睛都会动了嘛 然后会很开心的就是 去表达了一些想法 这个 好那就不行还要继续讲 看这个 对那就长还没 好玩 好玩 大家知道神灯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不知道 胖子啊 鱼笑 哪里特别 你要告诉我他特别之处 肚子 肚子的 为什么他肚子特别 肚子都知道 不知道 好 那我来告诉你 他的肚子是 透明的 从远远来的孩子 还有一对姐弟 王春和王华 他们两人刚来的时候 总是躲在一旁 不敢说话 他基本上就是站在很远的地方 靠近我 叫我 他不会靠在我面前 前夜这样的 因为他有一次跟我开玩笑 我说 你跟我说话 没关系啊 你叫我 你进来 站进来一点 我一站他就跑远 他说我 我觉得你会觉得我很臭臭的 他觉得我好像很臭 我说为什么臭 他说我是农村孩子 就很臭 我说我也是农村孩子啊 谁说农村孩子臭了 我记得王华刚来的时候 身上就穿了一件衬衫 破的衬衫 破的一个T恤 一件短 一件裤子 也是那种半长步短的 穿双拖鞋 拧个塑胶带就来了 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我跟妳讲 王春的爸爸去世后 妈妈也离家了 弟弟王华有一个耳朵听不见 另外一个耳朵又发炎 只能靠着学校提供了药水 来舒缓疼痛 所以我们跟王华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说王华你哪一只耳朵听得见 我们就站在里面 王华 一二三 乔满 来到大银盘一年 王春的表现优异 上课的时候 总是第一个举手发言 更意外地让老师看到他的诚实 觉得王春让我很感动的是去年 去年因为他就是冬天的嘛 然后就找了好心人捐过来的裤子 找了一条给他 他在裤子里面发现了七十块钱嘛 然后就他拿来给我 我觉得虽然钱不多 但他这种行为让我很感动 就像我一直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虽然没有那种滑溺的公主裙 滑溺的一些衣服裤子 别人的有什么爸爸妈妈怎么样的 但是你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曾经也真的 高尚 对对对很高尚的 我觉得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一种坚强 年轻的孩子身上 或许是从小经历许多悲欢离合 王春的想法比实际年龄还要早熟 我觉得我想法比以前改变得多了 我以前想是如果家里没有钱的话 就不用读书了 可是我来到这里 我会更多的新鲜读书 不会放弃 而且是就遇到什么困难 不会轻易的放弃 我会坚持去做好 这件事学习 学习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 因为我天天都会这样想着 然后遇到每一件快乐的事 我都会说 希望我以前选择了 来到大银盘 你在画什么 你压住你 爱心 你洗脑化什么爱心 感恩的爱心 感恩的爱心 我想要把这个爱心送给你 庄阿姨 你以为庄阿姨对我们的恩太多了 永远都抱不完 你是无尽的 你无尽头的恩 你以为是他让我们来到大银盘 给我们改变命的道路 我是一位感恩的男孩 第一个感恩的是张阿姨 第二个感恩的是张阿姨 和一起帮助我们的人 第三感谢的是 为大银盘和学校付出的人 我坚信在大家的能力下 大银盘将会变得更美好 相信吧 明天将会是一片蓝天 今天这一堂绘画课 老师请小朋友画出自己的梦想 这几个延远的孩子 透过画笔 认真地画出了内心的渴望 我画了一堆房子 还有太阳 还有一堆草地 我画的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这两只鸟是代表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爸爸妈妈的飞泽 我画的是我们三兄妹 在灿烂的阳光下生长 这是我哥哥 这是我 这是我弟弟 里面有一座大山 还有一条小路 就是还有一个 从小陪我长大的月亮 你画这张画 你是想要表示什么呢 表示 总有一天我会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到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要去奶奶那 下边有一位 也是麻风病人员 每次我从县城回来 都会带东西给他 祖婆 吃饭了吗 我给你带了点汤 这个你想哪里吃饱 来 来 饼子 你嘴巴扎开 他说是 他的腰炸站不起来 只能照着 还有做饭的时候很困难 眉毛和头发那种都脱落 还有牙齿那些什么都不见了 你有没有希望将来可以回到老家 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在那建立一个饮料站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你有看过吗 你看过 因为我们那边的很多 很多人都得了重点 家里又没有钱 去医 他们要去医 然后就会走去坐船 然后搭那个班船 曾经到那个医院 很远 所以我想直接的 在那建一个饮料站 给他们治病 虽然出生在麻风村 王春和王丰没有放弃自己 读书之后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也找到未来努力的方向 看到这些孩子 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梦想 张爸爸我 真的很替他们感到高兴 而且虽然这些孩子 从小就必须自己 照顾自己独立生活 但是我相信 在张阿姨的教导 跟其他人的帮助之下 这些孩子 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祝福他们 不过小朋友 看完今天的故事 你们要珍惜 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每一天 因为对很多其他的孩子来讲 这不是一件荣誉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学会 祈福哦 好 看完今天的故事 张爸爸赶快准备出发了 不知道今天 会看到那种 刚浮出来的幼鸟 好可爱哦 还是准备展翅飞翔的小鸟呢 等一下就知道了 拜拜 走咯 这一弯弯微笑月光 暗暗静静 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手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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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